我们转播到最后一场比赛 阿曼尼现在很紧张 阿曼尼现在很紧张 阿曼尼好不容易把马路干死 没想到自己 阿曼尼这个ZVP是 刚才看下来是 确打不过的 对 他难以不知要战术没有办法 但他的ZVP其实打得还可以 但他今天面对的是 克莱姆 克莱姆连胜Cero和连胜 雷诺的这个事情 我觉得阿曼尼他们肯定也是知道的 所以对克莱姆肯定是另一个伤害 因为你可以 对吧 你可以怀疑他的实力 但是你 韩国人是绝对不会怀疑雷诺和 那个Cero的实力 阿曼尼也不会自打到 他觉得他比Cero和雷诺打得好 所以他对克莱姆是要 要非常非常小心 拉死的热 我就想看一下 拉死的热 这个拉死的热 打完之后会不会头发乱 现在已经韩国时间三点了 他这个发型应该乱不了 锅盖头 是不是吧 更加了去那些老后还在和英文学校 你懂吗 那是真的非常强烈 他会你能够通过 但是我记得 你最后期的过程 当时的过程 你都开始慕吓成 因为中间主席之后 可能不想会出向猛龙 然后我们说 哦 哦 哦 那是永远没有这回事 然后我们就看到了 然后它们有两个轮子 然后我们就觉得 凄了 太棒了 太棒了 那么 可能我只是 可能我只是心想 为失败了这个人 呃 绝对 而克莱姆打法还是比较鲜明的 阿曼妮赛前他看过克莱姆打Zero的 Zero和雷诺的比赛的话 但我觉得看完之后可能会更迷茫 我说实话看完之后可能会更迷茫 你知道为什么吗 他打Zero打雷诺因为你没看吧这个比赛 他战术基本上不带同样的 这样的吗 他揭画还赢呢 揭画他都会揭画的 对啊他揭画也赢了 就这张图他揭画 他就生化在这张图干的Zero 然后用揭画干的雷诺 但是有一点就是他的三开的战术特别厉害 就速三开 先防止速度先后来侦察一下 刚才其实在阿玛尼打马路的时候 克莱姆应该也看了 因为你这套什么 提防止速度还蟑螂去压制 应该是不会还会用的 我怎么感觉 又要点那个虫泰勒 这你妈 你看克莱姆好像整张椅子都在动 看到没有 对啊 什么阿玛尼烦的一笔 上来军团被点一个 又是得叫蟑螂 两气 嗯 两气蟑螂他打一波吗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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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看到你 他有房子速度 算了 张龙退了 张龙退了 算了 我感觉克莱姆跟他打就是 我就扒火车的套路 带女儿 你妈亏着给你打吧 对吧 我就这么打就完了 你妈的你啥战术都用不出来 强行给你 逼你打中期 六火车 女儿反正就两个 你克莱姆差不多待会有的搞了 我跟您说 我已经在认识了 我已经在认识了 这是我在认识了 哎呦 这个 哎呦 痛 这个 为什么没退呢 阿玛你没有注意吗 其实完全注意得到的 这个地方 退了嘛 这也就损失个农民的钱 现在还亏了个防空 又被打个军台 我怎么感觉阿玛你处处在吃亏 有点跟不上啊 感觉 是不是吗 阿玛你妈的 打野人都有点跟不上 你妈打可莱姆 好 可莱姆比 真有点跟不上啊 可莱姆的节奏比野人太快好吗 好现在来 是不是嘛 你说的没错 他节奏比野人快啊 阿玛你跟野人节奏都跟的那么累 真的也就是韩国那帮 这可莱姆感觉就各种的在进攻 就各种在占便宜 各种在占便宜 他三框在被搞 所以他有点反应不过来 真的烦 这种 其实也没偷到什么东西 就是搞得重组很烦 压力很大 就压力很大 没有别的 我车一个都还没死呢 这个压力给出来跟马路给的就完全不一样 马路打得太稳了 马路是稳着防守的打法 马路克莱姆就是拿各种感 真的就是年轻时候的马路 还是七分钟那个两坦克的开局啊 这边跳飞龙了 六条飞龙 一攻飞龙按下去 这个飞龙其实跳的挺快的 对 但你这么快的飞龙 你能挡得住这个 这个气氛中的到脸 这个两个坦克吗 他妈的飞龙刚按下去正面推了 这个是重组最尴尬的 能挡得住吗 这个是重组最尴尬的节奏 你不觉得吗 是啊 你飞龙又不能打字面 飞龙又不多 就六条 你怎么 你也按不出那么多飞龙啊 对啊 没有那么多气 尴尬的一憋 连那个都没有 连他们都 换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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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换家了呀 那你也只能换三框啊 你这个换家 三框农民跑嘛 这个克莱姆现在是什么 三框农民跑 他路口有冰点 你换步啊 三框农民还没跑 他有女妖在上面 直接上去了 给你拼操作了 这可是克莱姆啊 这个有点 有点 有点 太把他当人了 我靠 有点过了 这妈的直接火车压进去 他就逼你过来 算一下 这个有点太过了 他是强拼操作 火车压换毒 他换一换 换了坦克就走了 然后他把也缓解下来了 就是至少是我三框也没压力 对 而且克莱姆的三框是没有经过任何骚扰的 他三框看得很流畅 流畅的一逼好吗 他这个隐形女要防狗 真的想法也不错 就是因为有隐形女要 有隐形女要他活着才敢出门 好了 再推一拳 你妈的 这个阿玛尼军坦都打破不出来打的 他现在TVC有那么强吗 你不觉得阿玛尼喘不过气啊 这个被打的 是马路的问题 对 马路是节奏慢 这个现在看得出来 就是他是凭借着 他想赢他就凭借着猥琐的 还打的 这个你妈克莱姆是往死里在进攻的 阿玛尼的这个基本功还是不行 跟不上呀 这个属于 他换家又换不动 强换现在是 换个毛 换不动这个属于 真是换不动 克莱姆看一眼好像没看到图报 他也不急 他绝对不轻易走上军台 他他再回去等两国两房 然后再出门这一场 吹风机吹起来了呀 阿玛尼这个锅盖头都不一定挡得住吹风机 这个打掉可以 这个打掉可以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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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苏买打掉 打个双倍再封一下 这个不错啊 这个前置的 但你不觉得阿玛尼这一拳的两攻两防有点厚吗 主要阿玛尼看军台扑不出来下面 压力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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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压力太大了 纽瑶再出去再烧你一波 把你飞龙勾走 纽瑶把你飞龙勾走 把你飞龙勾回来 然后正面就推了 对 这进攻思路太清楚了 然后正面就带我拼搏操作嘛 其实 对 他有自信主要是这波操作 妈的这他打得赢 我不信 他有自信 这波打得赢我不信 我靠 我告诉你刚才阿玛尼如果敢 可能就没了 没有没有没有 他装了 他装了那个 他装船了 然后你过去到这个位置被坦克找 是不是 他只要被坦克挤在那个外面了 对 阿玛尼这波是找到机会了 真的找到机会了 现在狗跑起来 妈让他尝尝last 2个的味道 他妈自信上军队 打不掉吧 打不掉 让你自信上军队 是吧 哎呦 这地雷 我告诉你 黄哥 就是他打成这样 现在 阿玛尼压力还是很大 因为他军队没扑出来 而且攻防永远落后一攻 对 他军队也没扑出来 压力还是很大 只能说刚才是找到点机会 哎呦 肥龙又被压住了 再换加呀 那怎么办 他从这个位置推就 他如果第一波是从这个位置推 他已经死了 是不是 这波农民滚得不错 14个 可以 三方全倒了 你 可莱姆正面这一选 你怎么办 弹斗人口131打98 这弹斗人口差得有点远 是不是 都已经准备好 等你来了 已经拉开了呀 这阿玛尼这样滚怎么都是不转的 你要不要再去换加吧 我靠 换了换了 他不要了 没有啊 换了吗 还不换吗 他还通过面 这边抽 抵雷 没炸出来 第一颗 第二颗炸出来了 好没用啊 这枪命都不带死的 这个操作 刚才这个地方就不要了 反正对吧 反正手不做 上面上面已经打了 可以 上面已经打了 他这坦克拖完了 这个思路太清楚了 上面都已经打了 真的 他如果第一波不是那么嚣张 去过了一个路口 就中间那个 他从这个位置推的话 其实第一波就死了 是不是 走地雷 还好还好 没炸完 但是已经 很烧好吗 这个费楼 这个费楼 再来一波 死了呀 我觉得阿玛尼 上面拖着你 然后下面再来一波 直接打死 他已经忙了 他已经乱了 忙不过来了 这就是 这个正面已经乱了 不是 看完他的 看完马如打 你再看他打 你就是他明显比马如强 这个体位子 对 就不不不我不说强 我就 节奏快 节奏快多了 阿玛尼有点顶不住 顶不住他的节奏 是不是 马如就打成老年人 老年人的 地雷一层一层往前推 他为什么就赶上军坦去干 他操作好呀干嘛 你妈 你妈拉可鸡的 我靠 你妈拉可鸡的 我靠 没了阿玛尼 有些重组的确是这种风格 但我觉得他TVC真的比马如强的 我说实话 老年人风格是没有前途的 但你说马如现在怎么打出这种风格来呢 打不出来了 打得出来早打了 就是打不出来了才打成老年人风格的 肩伤可能是影响了马如已经打不出这样的风格 也有可能 年轻的时候马如是完全打得出来 因为年轻的时候马如也是上军坛打的 是不是 年轻的时候你想想看 我随便说几个女父 对吧 B 运运马如都是这么打的 哪个不是上军坛打的 对啊 现在都打不出来了 都老了 马如还是老了 真的看到新时代的交替了 这就是 到最后你们都会发现 其实这种年轻的TVC才是最好看见 对 想到年马如和 那个Life两个人被称为绝带双脚 两个人那么重 就是盖呀 上军坦盖 就在那个地方盖 一直在那边盖 对 其实现在你 你纵观整个世界 能够打出这种节奏的TVC的也没几个人 也人其实都算一个能打出节奏 打出操作的TVC 对的 韩国基本上是没有了 韩国可能也就逼晕 现在还能打到小操作 但逼晕的小操作结束之后 他的大规模爆兵啊这些东西是跟不上的 对吧 整体你看下来还是克莱姆打得更好 特别是他赢下了Sero和雷诺之后 我觉得他打得越来越自信 克莱姆最近这个 最近这个 就最近连续赢嘛 赢了Sero赢了马路 赢了雷诺 赢了雷诺 就把他如果再能赢两个比较 他打得自信呢 现在主要是 对 他如果再能赢一些神主 比如说像雀普 他能够能赢下来的话 那他我觉得现在就真正 真正意义上可以称为世界第一人 对 他现在唯一要证明的就是他的TVP 今天输给尼布的这个比赛还是证明他的TVP还是有问题的 对 就打得有点太激进嘛 那激进的打法有好有坏 要看要看你的队子 欧洲的神主已经打不过克莱姆 像休泰姆这些天天被他干 对的 欧洲神主已经打不过他了 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 休泰姆真的如果是那种打那种就是 防守型的 还可以对吧 对 还可以 遇到这种进攻太快的他也顶不住 对 其实以前的Classic如果跟休泰姆打的话 那的Classic会教休泰姆做人的 对 对 对 他应该给我打对攻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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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曼你现在这样看来的话 应该是要0-2了 当然也有可能赢一盘 因为他用一些战术对吧 用一些战术可能能赢一盘 但是呢 如果是正常的这个局面下的话 应该是输了 打不过就打不过 很无奈啊 这就是现实啊 他下午跟李平男打的时候 你觉得怎么样 就是从场面上来看的话 跟这场比较一下 我没看下午的比赛 但下午他们就觉得阿曼你打得不是很好 就是一个核心车 然后就这么大 两个小核心车就跑了 你觉得我的温度是红射 然后如果我们进入任何东西 他们会立即死亡 所以那是一种 那是一种很简单的事 那是一个很简单的事 這蠻大的 Clem 幸好是有他的機器 所以我們進去 Clem 做了一件事 他 他的戰友 32 的時候 也就是這樣了 繩子長子 32 的時候 有時候就... 有時候就那麼殘酷 有時候就那麼殘酷 你倆不要討論了,快點開吧,我靠 他們在換服務器吧,估計 他們換什麼服務器啊? 他們都在美服打的,為什麼要換服務器? 他們在美服也要換的,你知道吧 美西對韓國人有利,美東對歐洲人有利嗎? 你說的沒錯 在美服打也要換一次服務器 我跟你們說,你們不要覺得 三十幾歲,就三十,三歲以上的這種 如果兵一回來,再當職業選手 能打出來,還能打出像以前那種水平的 真的是微乎起來了 大多數的就是... 星際這個項目還是太靠反應了 對,大多數星際選手 其實到最後他回來 有一個事,就是他其他的可能 其他的工作他也覺得找不好 然後他現在,我先回來打敗星際 那這個東西我擅長的 那我就好比范泰子嘛 那范泰子也是回來當選手 然後有了一個機會他就走 找到一個更好的工作他就走 那就這麼回事嗎?其實 有個很大問題 星際跟魔獸有不一樣的地方 就魔獸還是沒有那麼吃反應 所以你們現在看到什麼 魔獸也吃反應 他們還打的動物 很大的原因 第一是新人沒那麼多了 首先是新人沒那麼多 第二是魔獸的節奏 還是沒有星際二這麼快 星際二還是太吃反應 范泰子去那個當羅瓦路教練去了 像破特也不是回來打了一下 打不出來就當教練 對 魔獸反應 魔獸也吃反應 但是沒有星際那麼吃反應 對不對 星際一 星際一也沒有星際二吃反應 星際一更多的是繁殊 其實我告訴你 其實也不是這個最重要的原因 是魔獸沒有新人沒有別的 對 你如果魔獸你發了 像什麼什麼Kalem雷諾這種Cero怎麼起來 因非他們早就被打爆了 你信不信 也是也是也是 沒有新人也是一個很大的 我就好比因非就是什麼 因非弗賴010這些就是什麼 衛星啊什麼意思 對 對吧 比如馬路這些人吧 也是新人少 這個也是 其實就是新人少的問題 也是一個原因 不 星際一我跟你們說 星際一也是一樣的 就是星際一也沒有星際二那麼吃反應 星際一是 操作比較繁瑣 他運營這個要求特別高 運營 就是協調性要求特別高 你要運營 要爆冰 要前期正面要操作 要擴張 這個協調性 因為他操作很繁瑣嘛 所以 所以你這個 你的所有的精力都用在這上面去了 真正是 他的節奏其實是沒有星際二那麼快的 就星際二是屬於那種 他節奏太快了 真的對普通人來說 要求太高了 打起來很累 你怎麼左拉又拉 真的很累 對嗎 你星際一你想都沒有出現過那種什麼一個包加過來 你他媽切平切慢了一秒鐘就瞬間就沒了吧 那是 那是 怎麼那麼星際二那麼動不動就瞬間就一瞬間臉上就媽的就沒了 現在很能吃 External 很吃反應那個 雙線的反應 特別是 noi 兩個三線這些做斜弊的反應 себе 對 меня特別是這個反應 你看太高好回來也沒了呀 你看現在還有沒有那麼多神講的 我不玩别的游戏,我就很懂。我在这里,我说,你别跟我吵,我在这里,我就跟你说星期一,星期二,我站出来说我很懂,你妈的,这妈中国还没几个比我懂的,说的没错,是不是,我他妈有这个自信,站出来说这句话,对吧,我说星期一,星期二的区别,你凭什么说我不懂, 我干这个行业,我干了20年了,我有什么我不懂,你怎么能反驳我呢,我靠, 二本很快,又是要跳飞龙, 虫洞女王一波 平宇枪了呀,他属于,他觉得他没了呀,这个 他又是那招,就是纯狗,你这个还有什么吗? 他就是那招纯狗呀,我没见他赢过呀,这个战术 这已经没了,我已经可以宣布了 我从来没看阿玛尼这个战术赢过 因为这个战术碰上这种有兴奋剂的这种两团兵的这种打法 他农民一拖,你就没了,你随便怎么弄 就你见过阿玛尼吗,这个战术 我觉得他放过很多次,就没过,从来没赢了 看到两团兵,他还要用吗,直接投出去 这个,不会吧,投出去就有机会了 这是个变数啊,投出去,家里面直接点同洞 他没想到,他没想到 位置卡得很好,位置卡得很好,我靠 你妈阿玛尼估计也没想到会这样卡会是 但从动进家 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 这两个火车有点精髓呀 这啥战术啊,你们差管子都来了 都是啥东西啊 别人坦克架好,等你来,你不就没了 这啥这啥战术啊 没了呀,这农民一拖,然后直接枪兵一围就结束了 这阿玛尼估计不过吗,这个战术 他可能跟李佩南练习的时候 然后李佩南一直传达阿玛尼错误的信息 这招很厉害的 对的 但可莱姆估计也没见过 估计也没见过 他为什么不拖农民嘛 这是阿玛尼的绝招啊 人家坦克的呀,我靠 这怎么可能 这什么啥东西阿玛尼这个 我靠,就那么多女皇就强队 你还怼着死 他要把这个能量怼干 他要的是 他要是把这个能量怼干 他要的 炸干流呢,女王炸干流 你妈的老子就能加 反正我把你怼干 下面杀了18个农民呢 反正这个战术绝对是他主抗的 这个我跟你说 这个杀多少农民没关系 就走住就没了 要么你把农民全部杀了 全部杀就崩了 现在主要是这个坦克有持续输出 有两个坦克而且 对啊,这坦克有持续输出 他你妈就炸干 把你妹子的能量全部炸干 这妈的克莱姆估计也 他妈的莫名其妙的 好了,没什么危险 没女王了 走了呀 算了呀 算了呀 这是啥好换的吗 走了呀 打完 打完 打完他打毛啊 这还打 可莱姆有三几几的 对啊,他打毛啊 可莱姆也蛮迷茫的 这什么啥战术 反正我从来没看阿玛尼 搞不懂啊 这个战术 农民阿玛尼有三四十二个 可莱姆有四十一个 40个 在打毛啊 打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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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女新金啊 这不是卖我以前的战术 搞笑的战术啊 这个是个 是的呀 就以前大家搞笑的时候用过 没了呀 这玩爆 不要再执着这个战术了 真的没赢过 从来没赢过 没想到 A组两个韩国人居然全部出局啊 好像是哦 好像射两个韩国人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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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容易 他也不容易 但是第二张图 其实浪漫的确不好打 他又放战术也没什么错 这个小组 逆部小组第一 这个可莱姆小组第二 我先一把仗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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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教听听克莱姆采访了 听完了就错过了 你俩克莱姆采访吧 谢谢你李平男 哈哈 不不不 克莱姆这个战术绝 阿玛尼这个战术绝逼 是跟别人练果然觉得很猛 那个跟他对练的恶人绝逼在说 这个战术 阿玛尼这个战术有点实例 可以的 这个战术 不是我说那不就是李平男吧 我估计就是李平男吧 妈的被害了呀 这怎么办嘛 确逼你妈被害了 I witnessed the second game and that seemed very interesting I did not witness the first game though because the police knocked on the door 阿曼尼打完就睡觉去了 其实最伤心的是马路 你信我,最伤心绝逼是马路 那时点被打爆了呀 阿曼尼其实输了也还好 他第一盘打完之后发现的确实力不够 对,他第二盘地图对他没有那个 包括他输给利比也的确觉得打不过 对不对,那也不说了 马路才是最伤的 他把他输给阿曼尼他就很伤好吧 不是,这也是自己打出来的呀 那是啊 对吧,这都是自己打出来的 我今天比赛算精彩 挺精彩,今天比较挺精彩 这种精彩 但是,那些车子 其实有几个车子 还没得到买那些马路 我认为他能够建设三个脚子 在他的座位置 这应该是最好的情况 今天可莱姆采访就差不多了 看看他怎么看今天的比赛 点哥17岁 你妈的,马路都死了还点他哥 点个毛哥17岁 我可以点 怀念一下他 你妈的,谁把可莱姆的哥做出来 头发乱了 是吗? 怀念一下马路 等一下吧,等一下 等这个采访结束来点哥吧 KO М啊 Yes 他 Wella Tax 您 您 我个人 要因отри 有个 very 又 很 心 光 这 我 再去 出去 您 我 我 虽然 The series against Neeb, talk to us about that. Did you expect to be winning out that series? It looked like you were a little bit frustrated at the end. Talk to us about the series. I wasn't feeling too confident because I didn't have that many practice against Quotas. But I don't know. I think I didn't choose the right strategies necessarily. So in the end I lost. But I'm not sure. I think next time I will play differently. Okay, okay. Nathanius? That series was definitely a bit of a back and forth one. I guess the way that you described it kind of goes to expectations. So I'll ask about the Armani match then. That second game is obviously a pretty tense moment. You had the Nidus inside your main base. He built three spines in your base. He's trying to get a Nidus in the natural. And he had those lings everywhere. Was there something in your mind that you were just focusing on? Like if I can keep the tank alive behind the command center, I should be fine? Or what was your goal in surviving that attack? Yeah, so sometimes with this build, I go into like reactor Widowmines instead of tanks. And in that case, it would have been harder to defense. But if I have like two tanks protecting my buildings and my main base series, it should be fine. And I was a bit scared. It was going to be some bane busts. And but when I hear the Nidus and the Queens popping out, I was like, okay, it should be fine. If I just go back home, make enough Marines and yeah, it should be fine. So that was a nice defense. Alright, ZG? So in your game versus Armani games, I should say, it looked like you were watching the first series. Did you watch Armani versus Maru and learn Armani style from that? Or have you been watching GSL or just like it was a regular Zerg? I watched a little bit of Armani and Maru. And I remember seeing he tried to do some early roachplash and stuff. So the first game I just went very safe to Banshee's opener. Just in case he would try some fast roaches strategy. So yeah. Did you look at the build order and see that he did get out of Roachworn and then canceled it? I didn't really pay attention to him. Well, he did, so you were right. Anyways. I have to ask about him versus Maru. I mean, he 2-0'd Maru, guys. Clem, when you went up against Maru, did you expect...I mean, how were you going into that series? It's Maru and even though...and TVT has been kind of like, I know, a weakness for you in the past. You've talked about it, so...I mean, they have the cliché question. What does it feel like to win 2-0 against Maru? Yeah, when I left against Neve and I had Maru in the Looters match, I was like, oh, this is trouble. But...I don't know. I think...I think my build orders and strategies worked out well. I wasn't really expecting a proxy rebirth in the second game, but in the end it was fine too. I think I played well and I'm pretty happy about this win. Any final questions, Nathanius, before we finish up? I just want to say big congrats, man. And big congrats on your EU victory yesterday as well. That was really awesome to watch. I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keep kicking ass. Thank you very much. All right, Eggclam, any final shoutouts before we let you go? Any final shoutouts? Shoutout to my team, Team Liquid. And shoutout to my fans for watching this game. And yeah, this is it. Awesome. Well, thank you very much, Clam. Good luck in the round of eight onwards. Thank you, thank you. Bye-bye. Bye-bye. Perfecto! Clam- 好了,啊,採訪結束了, 我們來一首... 17歲 來一首十七歲 來一首十七歲,紀念一下 Maru啊 曾經... 這首歌代表了她是年輕的力量 但是... 她被更年輕的Clam超越了 來吧,十七歲 十七歲,劉德華在做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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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dre她一首十七歲?? yst 기대ate ijader 男儿端着梦总不变 再让我跑马鞭 任由她的鲜言 游戏变在她的魂魏 机会终变 鸦三鱼 鸦碗红桥冰 都是红桥桥小手好生小脸天 那家坎坷 鸦碗在三条顶 就算四八门到现在一天 不对几何一击中全 还会有我那家年 再让我跑马鞭 任由她的鲜言 尽管免 鸡七八大葬飞青花花中边 好火车 他猴狠多年 某时后刻都想收招 抢舍小便便 那好火车 啊他在第一边 他乱走回来泪流的闭面 天字第一把六青年 追走连赞赴回家 天下雨 你都会发现 某时某刻都想说 一句小便便 那飘飘飘 在昨月起火焰 那飘飘太阳被我投降天 花朵漫天让我突然 以为啼有我的眼 如今我而是他从前 那是简直点 回忆我走一路走 那从初到到今天 有那楼可 为喜可 一路指点 多管得门在心中 从未遍 而遍 午一会 唉 算了 好吧 那兄弟们今天我们就到这